开店国庆酒店了 一想到要住酒店 以前的记忆就开始拼命攻击我 像我一样有酒店焦虑症的女孩 绝对不是少数 我们的这些焦虑 是因为一次性杯垫进了垃圾桶 还能拿出来继续用 擦过马桶的浴巾 还可以继续擦茶杯 我们所有夸张的行为 都代表了酒店的承诺 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针对酒店的管理 我们国家其实是有一套 严格的卫生标准的 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根据一个18年的调查结果 就算是五星级酒店 细菌总数的合格率 也仅有67% 而在各个酒店的用品检查中 细菌含量最高的是杯垫 合格率仅有39.02% 大肠杆菌超标高达80% 这代表什么呢 大肠杆菌呢 是衡量酒店消毒水平的重要指标 被大肠杆菌污染 意味着酒店被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这些年酒店的价格是越来越贵了 一间快捷酒店再忘记都能卖到上千块 而我们选酒店 却越来越像一场大冒险 那这个国庆的酒店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首先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尽量选贵的酒店 那大型的连锁酒店也比较加分 因为他们会更在意名声 但如果你想住民宿 记得看他有没有追两个症哦 然后呢就是尽量使用一次性物品 避免皮肤直接接触物品 最后出游前也可以事先接种疫苗 来增加我们的保护力 不知道是从前的酒店更干净 还是当时的我们对健康更无知 但我真的很怀念小时候 每个假期出发之前 那种纯粹的兴奋和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